欢迎来到欧房册,我是Alex老师 澳洲经济全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倒退 澳洲人越来越穷了 23-24财年是澳洲除了疫情以外 自从1992年经济衰退以来最差的一年 至于澳洲的物价嘛 澳洲制造的Vegemine售价 悉尼比伦敦高37% 再加上现在的各种负面新闻 战争、铁矿石价格下跌 8月份的黑色星期一 不管你有没有房子 都会开始担心 在澳洲经济衰退时期 澳洲房价暴跌真的要开始了吗 本期影片我们一起来通过事实和数据 分析目前澳洲经济状况 我们已经进入衰退了吗 经济衰退对利率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经济衰退之中 澳洲房价是升还是降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人们最近的悲观情绪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就是8月初的黑色星期一 当时全球股市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 接连出市 美国标普单日下跌2% 2022年以来表现最差 标普一个月内跌去了8.5% 道琼斯下跌6% 科技股扎堆的纳斯达克下跌了13% 正式进入修正期 日经指数更加夸张 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了12.4% 还一度触发了股市熔断机制 是1987年日本股市崩盘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这还没完啊 巴菲特在24年第二季度提前抛售了一半的苹果股票 这已经是巴菲特连续第三个季度卖出苹果 现在巴菲特持有创纪录的2270亿美元现金储备 准备抄底 高盛把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上调到25% 这都是由美国失业率暴涨引起的 其次我们迎来了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下跌 很多人开始担心澳洲第一大出口商品也赚不到钱了 然后就来到了澳洲非常差的GDP数字 可以说大家都很悲观 其中有不少人开始担心澳洲房产市场 在发生这一系列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一点悲观 这是实话 但是当天就恢复了状态 因为我自己的房产投资组合 还有我们会员的房产投资组合 都已经有了风险控制机制 和长期投资理念的加持 换句话说 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可能的经济动荡 那么澳洲经济到底怎么了 最新的澳洲统计局RBA数据刚刚出炉 23到24财年 澳洲GDP上涨只有1% 是除了疫情之外 自1992年经济衰退以来最差的一年 而人均GDP已经连续6个季度倒退 23到24财年下降了1.5% 澳洲人均GDP衰退早就坐实了 生产效率就是澳洲人每个小时产出的价值 连续两个季度下跌 这是数据上对经济的反应 而直观上呢 我们能感受到的是物价上涨 买不起房子 利率居高不下 还款出现巨大压力 甚至央行行长都站出来 劝挺不住的人赶紧卖房 澳洲真的已经进入技术性经济衰退了吗 在RBA发布报告的那一周啊 澳洲财长提前跳出来 说澳洲的高利率把经济打垮了 有点甩锅给央行的嫌疑 但是RBA报告出来之后呢 说明利率确实高 经济也确实被打垮了 这就是连续13次加息所带来的后果 有几次央行加了0.5% 双倍加息 算下来呢 整个加息进程之中 相当于两年之内加息了17次 这种加息的速度 在整个澳洲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澳洲到目前为止 避免了技术性经济衰退 连续两个季度GDP为负的情况 并没有出现 但是没有进入技术性经济衰退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统计学上玩的一点小把戏而已 GDP是一种衡量经济表现非常粗糙的方法 就是一年之中生产了多少商品和服务 在人口数量平稳的情况下呢 用GDP衡量经济还行 但是澳洲在过去两年引进了天量移民 而每个人都带来了财富 加在一起才让澳洲的GDP 看起来没有负增长 但如果剔除移民和留学生因素 澳洲人均GDP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倒退了 单单23到24财年 人均GDP已经下跌1.5% 代表澳洲人均生活水平下降 澳洲现在的情况可能不符合 技术性经济衰退的定义 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衰退一年半 从RBA加息不久之后就开始了 对于利率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如果经济太好 通胀就会上升 这时候就需要提高利率给经济降温 所以高利率一般代表着经济还不错 如果经济不好 通胀就会下降 这时候就需要降低利率刺激经济 所以利率低一般代表经济不太好 而现在的情况是澳洲经济不好 而且利率还保持在高位 按照现在的经济走势发展下去 下一步很自然就是降息 想让RBA降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通胀控制在2%到3的范围之内 我们看看通胀的走势图 澳洲第二季度通胀同比已经下降到3.9% 7月份通胀同比下降到3.8% 趋势都是一样的 现在澳洲的物价还在上涨之中 只是上涨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这两个数字一旦非常接近3% RBA就有了降息的第一个理由 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把通胀降低到0 那样物价不就不会涨了吗 其实经济中有一点通胀是好事 举个例子 比如你借给我100块 约定好利率是5% 一年之后呢 我需要连本代息还给你105块 但是如果一年前价值100块的东西 现在需要花108块购买 就是通胀8% 那你作为债主只收到了105块 虽然收到了票面利息5块 但是你白白损失了3块 或者说你在一年后拿回本息时 实际购买力下降了3块 财富呢 实际上从你的口袋里边 转移到了我的口袋里面 谁借到钱 谁占便宜 我通过比较低的借贷成本 用更高的通胀率 稀释了债务 也就是说呢 有一定的通胀率 对于我们有房贷的人来说 绝对是好事 你想想如果在40年前 在悉尼买了一套10万澳币的房子 贷款是8万澳币 一分钱都不还 你现在才开始还 会不会很容易呢 没准你两年就能还完 但是当时的贷款 当时还就要10多年 差距就在这40年 积累的通胀上面 让RBA降息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失业率超过4.5% 一旦超过这个比例 RBA就必须介入降息 保证澳洲的民生 澳洲现在的失业率在4.2% 而且在上升的趋势之中 有人说不可能降息这么快的 因为RBA行长说了 利率会保持高位相当长时间 对利率走势的看法呢 我分别在澳房子中文频道 和英文频道做了问卷调查 结果特别有意思 中文圈的粉丝倾向于认为 央行会更早加息 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呢 对行长的利率保持高位 更长时间这个说法不屑一顾 而英文圈的澳洲本地粉丝 更倾向于相信行长的说法 推迟降息时间点 如果你相信央行行长说的话 不是不懂历史 就是没记性 John Howard还说过 永远不会征收GST呢 Bob Hawk还说过 到了1990年 澳洲不再有贫困儿童呢 现在的工党政府 在最后一天推翻了原来第三阶段减税的承诺 前央行行长在疫情初期说过 将会保持低利率 至少到2024年 事情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的嘛 央行行长没办法逆风逆市 独自做出决定 一切都要看市场的走势 那我们普通人就要学会看市场 而不是看央行行长 或者是各种媒体怎么说 想知道市场对于澳洲利率的看法 最简单最直接的 就是看ASX RBA Retracker 这是澳洲证券交易所 根据市场对于RBA利率走势的预期 做出的统计表格 表格显示的是 基于市场30天银行间借贷利率 推算出的利率走向和可能性 比如说图上面显示的 9月10号利率下降的可能性是10% 指的是市场在9月10号这一天认为 RBA在下一次利率决策会议 也就是9月24号决定降息的可能性 只有10% 同时市场预计第一次降息 0.25%将会发生在 2025年1月2月左右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这两个图的变化非常快 几乎每天都会变化 尤其是在经济中出现大事情的时候 所以可以作为参考 不要当成预言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 澳洲经济衰退 到底对澳洲房价有什么影响呢 澳房测专注一站式澳洲房产投资 托管服务V申会员 当好你的投资军师和管家 了解一下请加入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找人问问 请到官网预约15分钟 免费基础咨询 认真学习 欢迎参加直播公开课 选好投资房 开启创富之路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 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我们中文频道粉丝 和英文频道的澳洲本地粉丝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 中文频道粉丝认为 经济衰退 房价就会下跌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中国的现状 然后不知为什么 就把这个思维照搬到澳洲的环境了 而英文频道澳洲本地粉丝认为 房价上涨和房价下跌 正好是平分羞涩 是不是澳洲本地人知道什么 我们中文圈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看法才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我能想到的巨大差别 就是对于澳洲的了解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澳洲过去经济走势和房价 到底有什么关系 图上的蓝色曲线代表了澳洲八大城市 平均房价在过去140年的走势 二战以后 澳洲经历过多次经济衰退 包括1960、1970、80、90、08和2020疫情 其中虽然有几次 并没有表现在连续两个季度GDP为负值 这个技术性经济衰退的衡量标准上 但是失业率提高 人们生活水平下降都是真实发生的 在1960到1990的多次经济衰退之中 八大城市平均房价都有过短暂的下跌 然后出现回调 离现在越近 房价在经济衰退时期下跌的深度 速度和持续的时间长度都越小 比如在疫情期间的经济衰退 从2020年3月份开始 澳洲房价只下跌了2.3% 房价下跌期持续了6个多月之后 从2020年10月份又开始上涨了 看一下这一张图答案就更加明确了 图里面显示的是 从1981年6月到2023年6月 澳洲房价涨跌幅度 在横轴以上说明房价上涨 横轴以下说明房价下跌 在1991年澳洲经济衰退时期 澳洲房价只是微幅下跌 然后进入了持续5年的上涨期 2025年澳洲经济走强 但是房价整体进入微幅下跌趋势 之后迎来了4年的上涨期 到了08到09年次贷危机 澳洲房价微幅下跌 之后迎来了2年的上涨期 2012年再度微幅下跌 之后迎来了连续7年的上涨期 2019年微幅下跌 然后迎来了疫情和疫情之后的暴涨期 我们能看到几个规律 第一在经济衰退和经济繁荣的时期 澳洲房产市场大盘都有过下跌 所以经济并不是房价的唯一决定因素 经济大环境只是房产价格公式之中 一个元素而已 房产价格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你能找到多少个不利因素 就能找到多少个有利因素 决定房价的最直接因素是供给和需求 而供给和需求端 双方的背后都有众多的因素起作用 比如说利率 比如移民 比如财政政策 比如通胀 劳动力 价格 伸展效率等等 第二 其实我们在一年半以前 就进入了经济衰退 只是技术性衰退的定义 让我们认为还没有进入衰退而已 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 澳洲企业倒闭 人们失业 如果这还不算是衰退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才算是衰退了 澳洲人均GDP已经连续6个季度下降 人们在高利息的环境之下 更多的人还不起贷款 但是你看现在的澳洲房价大盘 已经连续第19个月上涨了 更说明了经济走势和房价的关系 其实并不确定 对8月份澳洲房产市场走势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看澳房测月度直播的重播节目 第三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好多次澳洲经济衰退的情况之下 都能迅速走出来 即使房价微幅下跌 也能快速止跌回升呢 经济衰退的时期 政府是绝对不会什么都不做的 一定会找各种方法来对抗危机 比如说印钱放水 比如说降低利率 增加移民数量 APIA放松贷款限制 还有9月15号上线的用养老金买房政策 一旦澳洲进入技术性衰退 RBA首先就会跳出来进入降息周期 利息一旦下降 人们的借贷成本降低 还款压力降低 有钱了自然能买更多更好的房子 有钱了原来不得不卖的房子 就可以缓一缓了 市场供应量减少 想买的人又更多 房价自然会有上升的动力 除非是出现那种中国式的 全面系统性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 怎么刺激都没效果 澳洲才有可能进入长期房市低迷期 每年的移民就可以支撑各大城市的房价了 如果政府真想降房价 停止移民10年 没准能有点效果 第四 澳洲房价短期有涨跌 长期一直涨 澳洲整体市场是这样 各个城市独立的市场周期 也是这样的 在这张图上你还能看出一个规律 每次房价回调的时间都不长 而接下来的房市爆发期 要比回调的时间长度和速度高出一个量级 从过去40多年的历史数据上看 澳洲房市大盘 两次高点 时间间隔 最短是2.25年 最长是6年 平均是4年 上次澳洲大盘高点出现在2022年3月份 按照历史规律推算 下次大盘高点没准会出现在2026年3月 未来的18个月澳洲可能会出现技术性经济衰退 也可能出现短暂的房价回调 但是房市在各种预期政策加持下 上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我们澳房侧的观点是澳洲房产市场大盘 在未来短期有一些起伏 但是长期看涨 虽然澳洲八大城市有不同的房产市场周期 但是整体上是上涨的 而如果真的出现技术性经济衰退 我认为不是坏事 而是好事 因为如果房价松动的话 绝对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只不过即使出现衰退 房价也不一定松动 我们房产投资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 既不是经济学家 也不是预言家 没有办法预测未来 能做的只有掌握当下 把自己的投资组合调整好 引入危机机制 打好提前量 保证在危机来临的时候 不至于要折价卖房 把纸面亏损变成实际亏损 我们为付费V申会员 量身打造的房产投资组合规划 不但有大量稳定 基本盘资产配置 还有一小部分 冲高压宝的配置 当然取决于会员 本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了 我们在每一位会员 独特的投资组合规划之中 都加入了现金流红线机制 保证房子持有没压力 其实只要房子本身没问题 能够平安度过短暂的艰难时期 持有时间够长 就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 而是赚多少的问题了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订阅 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房子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